欢迎收看侦探的白夜极光角色测评 可能很多朋友都发现了 在我的所有低配攻略里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贡路这个角色 那并不是因为我不屑于用它 而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抽到贡路 为了抽贡路 我甚至专门买了它的皮肤 可是我玩的快一年了 无论是新院丹还是黄标驰 却始终一无所获 仿佛这个角色就从未存在过一样 我常常因为没有贡路 而感到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但是今天一切都不一样了 因为雷切尔来了 本次的新院丹卡池可以说是非常舒服 伊利亚和雷切尔两个角色都称得上是强卡 比起之前全球版本的查利亚 那的确是舒服的不止异性半点 伊利亚是已经出现在国际服的角色 也是森强阿格体系的重要成员 拥有令人羡慕的多端位移能力 甚至还为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虽然是变化职业 面板和雷斗技却已经媲美爆破 非常优秀 而且外形也称得让人很有吸引力 如果你的森强阿格体系已经趋完备 那么的确可以考虑把伊利亚纳入具象 但是相比之下 雷切尔这个全新角色 可以称得让人十分离谱了 具体离谱在哪里 首先雷切尔应该是白夜极光初见光灵里 第一个会被怪反杀的角色 这让很多朋友都对雷切尔的强度产生了怀疑 啊 他怎么只会指指点点呢 为什么不动手啊 怎么被双道格一砍就碎啊 然而事实上 当你熟悉了雷切尔的技能机制和输出特性之后 你会发现他简直强的可怕 退可灵魄一回合转六格两格深色 尽可化身毒系大C一回合打几十万伤害 毫不夸张的说 有了雷切尔的强势加入 雷队这次是真的要起飞了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讲一讲雷切尔到底强在哪里 先来看基主面板 雷切尔的基主面板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攻击力为3-0-5点 和陈尼的数值一样 比一轮定格共路要高一些 该怎么说呢 姐妹底子真好 但凡加个拐 那就有打输出的潜力 但是一看连锁机 应言锁定 那感觉顺便就拉了 三七十一格触发 对最近的两个敌人造成百分之一百三 百分之一百四十五 百分之一百六十五伤害 属于是剩在一手无视距离的单格狙击 和艾希的连锁倒是很像 但是人家艾希最高百分之一百九十的倍率 想打伤害都很困难 雷切尔要想靠这个狙击一鸣惊人 那只能说是门都没有 相比之下 陈尼二十四格百分之一百六十五的伤害 显然更有做负C的潜力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不要忽略了 雷切尔的技能说明里还有一个透支状态 什么是透支状态呢 透支也许就是在雷切尔过度转色之后 精神恍惚无法普攻 好像身体被掏空 啊不是刚才怎么串台了 所谓透支就是指雷切尔在技能CD赚好之前 释放第二次主动技能 就是在这个技能发红的时候再次释放 此时就能进入透支状态 这个时候主动技能两元核的CD 就会变成三回合 和一轮听是一样的 不仅如此 透支下的雷切尔会失去普攻与连锁的能力 毕竟已经筋疲力竭了 取而代之的是用鹰爪印记标记敌人 三个等级的连锁分别可以叠一到三层 实现起来就有点像创伤溃动的效果 敌人会在行动之前去掉血 但掉血数值并不会按照敌人的血量百分比来算 而是根据层数和雷切尔的当前攻击来算 其实简单来看 每层印记就大概是雷切尔普攻了一次 那如果叠了100层印记 就等于是雷切尔打了100拳 属于是一顺千击啊 每回合截断层数后 层数会保存原来的一半 比如第一回合叠了四层 第二回合就只剩两层 同时如果当前怪物死亡 上面的印记也会传递一半到最近的怪物身上 虽然透支状态看似不能普攻 但是印记数量和雷切尔的攻击力 都是可以无限叠加的 这比火系的斜角C还要夸张 可想而知 印记层数和雷切尔的攻击叠高了之后 这个数值乘起来会非常的可怕 我们举个例子在雷塔100层里叠加四多层印记之后 可以瞬间打出几十万的爆发 虽然不是真伤 但是胜似真伤 下面说一说雷切尔怎么叠 银爪印记和攻击力 先看银爪印记 第一种 走任意颜色深色格 就会对最近的目标 立刻叠加三层印记 不走雷格斯的话 也不需要雷切尔带队 而且不用摸就能叠 这是雷切尔最主要的叠顿方式 第二种 透支模式连锁剂叠加印记 这个可以吃双击 第三种就是刚才说过的 目标死亡后转移印记 因为有一个最近的限制 所以雷切尔对单比对群怪 往往有更强的发挥 因为印记都能叠在同一个怪的身上 爆发打得会更加的集中 再来看攻击力 雷切尔有一个装备技 叫全息三角杀阵 可以在透支模式下叠加攻击 每走一格都可以叠3% 而且这个攻击力会吃到起敌的加成 比如我们走100格 雷切尔就用叠300%的攻击 也就是面板攻击翻四倍 非常的夸张 也可以吃到队友的拐 比如威威安 克勒伊女王这些 19年的限定 大元帅莱因哈特 也是一个很强烈的雷主进拐 这不难看出 雷切尔的输出上限还是高到惊人的 但是在大部分日常或者高能管里 我们能制造的深色格子很有限 雷切尔还是叠不起来印记 输出占比大概只有5%到10% 比纳丁可能还要略低一些 需要合理的阵容配合 才能让雷切尔的输出能力达到极致 然而当你看到雷切尔的主动技能时 你会发现 哪怕雷切尔完全不打输出 他也一样是转色界的换神 为什么 就凭他是短转 而且转的还多 转色能力分析 雷切尔不透支的情况下 转色是最近的三个雷 加上一个深色格 其中深色格是有轴固定的 再次释放还能再转一次 也就是一回合转6个雷加2个深色格 单单零过状态下 就已经超越转4格的共路和备复力了 而且雷切尔还没有颜色限制 就算不考虑体系 深色雷格子也是可以再走一次的雷格子 比起普通雷格子 也要更加的优秀 如果你的雷切尔是一破 那更是不可思议 可以一回合转8个雷加3个深色格 满破的话 还能一回合额外多2个深色格 突出的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任我走 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不仅如此 作为国服为二的深色格光灵 雷切尔的技能机制和陈尼也有极佳的搭配 两个人都是技能产生深色格 也能利用深色格 陈尼走过深色格 可以立刻触发1.5被伤害的机关将远程普攻 雷切尔走过 则是可以叠三层鹰爪印记 突出一个好上加好 互归互利互补双赢 同时之前我们也说过 陈尼的一次转色有一个比较致命的缺陷 就是一次转色往往是顾头不顾尾 这一点用起来会有点难受 但雷切尔来了之后 把周围的格子转成雷 身后的格子也立刻就变得好用起来了 两人的配合堪称无比顺滑天作之合 虽说透视状态会让主动技能冷却变成三回合 但是满破陈尼 伊伦廷 纳丁 弗罗里的大招也是三回合冷却 刚好可以完美对折 有的小伙伴说 啊侦探我没有满破陈尼 还是想对折 那没关系 开局透视之后 我们可以等雷切尔技能好了之后 等一回合 也一样可以一起释放 说到配对 其实官方就给了我们两个配对 这个是基础阵容 看上去确实挺基础的 而且对我这种玩家特别友好 属于是没有共路的阵容 其他四个都不是六星 不过能打能转色 但是这个阵容的输出浓度也许不是很够 如果没有满破那瓶七色的话 可以在五号位换一个雷狙或者爆破 再来看进阶一些的 只能说官方的阵容给的确实很合理 不过这样配雷队的话 想对手需要满破弗洛林和满破陈尼 但一破的话一样可以这么玩 如果没有弗洛林或者零破的话 可以最后五号位换成阵灵座或者雷爆破 二号位也可以考虑换成满破一轮听或者贝弗利 最后总结一下吧 在未来版本 雷系依然会加入更多的深色格队员 因此雷切尔虽然现在很强 但是未来还会更强 尽可输出秒boss 退可转色进激光 之前尽量被土盗强度的雷队也即将正式崛起 个人还是强烈建议在本色塔实力把雷切尔捞出来至少零破 绝对会大幅度优化你的雷队体验 无论是日常 高难还是荒点 都会非常有帮助 包括后续的梦境参想 也可能会衍生出一些强力的趣味打法 即使你没有全体也一样可以抽 虽然一破更好 但是如果资源紧张 也可以等以后再歪 满破的话还可以多转一个深色格 配合全体可以一回合转十格雷深色 那就是克老的选择了 白夜在上 祝愿大家都能轻松出货 一发十连拿下雷切尔 我是灯探 白夜极光资深玩家 期待你的关注